继续来介绍我认为靠谱的美国保健品 说一下我家自己在美国吃什么 首先呢是善存多种维生素 我们每天都在吃 第二种呢 钙片 柯克兰就好 胃酸分泌没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吃这种最普通的就OK了 理论上需要每天两粒 但是我只吃一粒 结果呢 上次体检的时候 我体内的钙含量在正常范围内偏低 所以呢 现在我也开始吃两粒了 那么另外我们这个年纪 体内的胺糖开始流失 所以呢 我每天都在吃这个 尾骨粒保持关节不出问题 那我这个人皮肤不是特别好 有脑痕症或者说是人工虚马疹 所以呢 医生直接让我吃 这种Allegra的过敏药 这个过敏药它不是处方药 所以谁都可以买到 它同时还可以帮助减缓流鼻涕 打喷涕这类过敏 真的是非常非常管用 以前呢 我这个胳膊酒啊 都是成片的血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都在不停的挠 非常影响我的形象 但现在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非常非常好 但这个药呢 对一些国内朋友来说比较贵 所以呢 我同时又在尝试吃这种 Kirkland的这个过敏药 吃了一两个月了也还不错 所以这两个药我是推荐的 另外呢 我老伴啊 前段时间 他因为有些失眠 那中医跟他说 因为这个跟消化不够好有关系 所以呢 他偶尔会吃一些这样的益生菌 帮助消化 但是我自己消化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呢 我担心 消化更好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变得更胖呢 所以我就没有吃 另外我老伴平常还吃一些 这个铁片啊 补血用 OK 那么下一期继续介绍 我家两位公主吃什么好东西